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聖人爹信基督是我們所愛戴的王 因為祂是聖賢 祂是公義 我們請地條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 再次帶領我們來到聖殿 來敬拜祢 讚美祢 我有祢配得一切榮耀送讚 以祢奇妙的恩典 以至於我們能夠有生命國氣 從早晨到黑夜 在每天的日當中 來見證你的慈愛 如此的常過高深 使我們所有的罪念過犯 在你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 赦免全力下 飽血洗淨 深蓋 得以重新來過成為新造的人 哈利路亞 何等奇妙的愛 聚集我們 使我們彼此相愛 因為天父上帝先愛我們 有耶穌基督的做我們這部瓦西嶺的寶貝 所以我們真知道 再愛沒有懼怕 愛既然已經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 讓我們能夠以基督的心為心 去款待人不憑萬號 不憑財富 全是地位 乃是帶著耶穌基督的憐憫 愛人無疾 因為我們得求 也是靠著基督的憐憫 才可以基督神的魔度 免於滅亡 跟救主幫助我們 在神愛的大家庭中 互相成為幫助 伴隨我們走過每個高山深谷 不容有時刻 所以我們真知道 你的肝 時時刻刻都扶持我 托住我 得以頭鋼強壯 我們攻盡的將 懷孕禮拜的所有弟兄姊妹 以及事工 都交脫遙望於主 求主賜下正確的意向 帶領我們走正確的道路 將以下時間 攻盡的排列在你面前 願你掌握我們全部的心思意念 將祷告感謝 我們都是奉靠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阿們 會送請起禮 我們一起來攻讀 十福信心悲信 我信上帝 全你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徒生子 因聖禮成律 由童真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流比拉多手下受難 被替於十字架受死 埋葬 將在陰間 第三天復活 升天 在全能復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以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禮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苦相通 我信罪而聖禮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請坐 來攻讀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記載在 新冤雅各書第二章一到三節 好 我一起來念 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憑外貌拜人 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 穿著華美衣服 進你們的會堂去 又有一個窮人 穿著肝臟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看從那穿華美衣服的人 說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那窮人說 你站在那邊 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這岂不是你們天心待人 用惡意斷地的人嗎 這岂不是你們天心待人 用惡意斷地的人嗎 第五節 我親愛的弟兄們 請聽 神岂不是賢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付足 並承受他所定許 給那些愛他吃人的活嗎 你們感到羞辱貧窮人 那富足人 豈不是欺壓你們 拉你們到公堂去嗎 他們不是陷入你們 所禁貌的尊敏嗎 經上記著說 要愛人如己 你們若選手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們若按外號代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因為凡遵守學律法的 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條 原來他說不可堅引的 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堅引 卻殺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 受審判 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因為哪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之下審判誇盛 願憐憫的話語 都贏到每個人 在每天當中來行出來 接下來講到 蕭聰謙傳導師 傳導師今天首要講到的題目是 不偏 不要偏待人 要愛人如意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公平公義的神 我們感謝你 因著你不偏不倚的愛 對待我們都是公平的 你叫日同照好人 你叫壞人 叫你給義人 也給不義的人 謝謝你 不按照我們的外貌 來審判我們 我們來到你面前 真的很慚愧 因為我們會因著人的外貌 有不同的對待方式 有時我們也會看中 社會有地位 有凝望的人 而輕看那些卑微角落的貧窮人 我們的愛很有限 求利盛明我們的過範 也幫助我們不要有大小眼 學習公平又公義的愛 學習像你一樣 完全包容 接納的態度 對待每個人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主義的聖明求 阿們 feedback 對 奉靠主義的或是 聯賞主義的 成人之聖體 我們生命當中我們常常有很容易 就是這樣子 現代人大部分的社會的價值觀 都是這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屬氏的價值 我們看中屬氏的價值 大於屬靈的價值 或者說屬天的價值 謝謝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來 好 那我們生命當中 你要知道我們累在裡面 很多時候 我常常在講說 屬氏的價值是我們很多人一直在追求的 而且我們很容易迷失在這個屬氏的價值裡面 可是神要我們學習的是屬天的價值 屬靈的價值 就是神允許或是神期待 或者神願意讓我們跟祂有好關係 可是很多時候 好像世上的這個物質財物都會更多的誘惑 來影響我們偏離神的道 很多時候是這種狀況 那我們很想到就是 好像眼睛所看見的我們都比較相信 我們眼睛看不見的我們都很不容易相信 所以眼睛常常很容易就是 看得見的大於看不見的 然後呢 在我們地上的 有很多的偶像在崇拜 那我們就比較相信我們在地面上 我們看到的我們很多宗教 很多人都在拜這樣宗教 可是呢好像我們的十字架都看不到神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很多時候我們在 我們在百分威之上會發現 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有一個 好像人比較容易看到看不見的神 而不是看不見的神 但是我們的神是怎樣 在我們心裡面非常清楚 才有到愛我們的神 那很多時候 我們的生命當中 一定會有貧乏的時候 那貧乏的時候 有些時候不是只有貴子的貧乏 有些時候是心裡也有貧乏 那你會發現貧乏的很容易 在世上會瞧不起 那我不知道 我們當中 你有沒有感受到 你曾經也有經驗 因為被侵蝕過 我小時候我們家很貧窮 那我媽媽是我外婆的一個 就是我媽媽兩歲的時候 我的媽媽 我的什麼 外婆過世 就是我媽媽兩歲的時候 對我外婆過世了 然後呢 就在我外公就續選 然後再取一個望主 所以你知道我媽媽很小的時候 就要向同兩席 所以那種感覺 然後那嫁在一個地方 又是一個很貧窮 沒有什麼家財地位的爸爸 沒有 就是種農的農鐵的農夫而已 真的是在這個家庭裡面發現 很容易怎樣 被看清 很容易被 就是在這個地位上 那我的外婆是望主 這望主的家庭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發現在對待的地位上就會很差 兒女的地位上也會帶一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人一般人來看的 所以我媽媽在心底上 其實是有很大的什麼 委屈 她覺得很大的委屈 所以被欺蝕 所以我有從小感受到 媽媽被欺蝕的那種貧窮 沒有地位 沒有社會地位 然後沒有讀好的學歷 沒有好的價值 在這個地方看待 所以我媽媽其實是很追求 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要說的 我們 我記得我之前 我們在講雅各素的時候 今天也是延續到雅各素的東西 我先說一下 以前我在講雅各素的時候 就講到說 拼說醒 就是你們要壞壞拼怎麼樣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入這部分 但是神要我們怎樣 樂住自己的舌頭 很多時候我們如果舌頭沒有樂住 就是一個假的屬於 就是很容易動怒 很容易動怒 所以如果你生命當中 最小容易動怒 可能你就要想 是不是耶穌不在我裡面 所以我那麼容易發飆 那麼容易生氣 那麼容易暴露 是因為神的話也不在我裡面 沒有把耶穌住在我裡面 這時候 所以我們基督徒很容易 假設你今天耶穌不在你心裡面 很容易會做錯事 耶穌在你裡面的時候 不容易 那我上次也假如說 要聽到不要醒到 這我複習一下 然後很重要 這是聽到的請到的部分 然後說你要看護這些烏爾王母 不要那麼冷漠來對待這個世界 如果你冷漠的話 是不神所不喜悅的 那你要保守自己 不要對世上的價值觀所污染 這個是我們上次說的 就是所謂的屬世的價值 這個部分 所以不要跟世俗唯有 要跟世俗唯有 不要跟世俗唯有 唯有 對不要跟世俗唯有 那我今天講到重點是在這個 愛人如己跟什麼 不要按外貌取人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後面的部分我以後再說 好那我們再看今天 我們在講說這個偏帶的部分 就是神說叫我們不要偏帶人 不要用外貌取人 然後呢什麼叫偏帶 就是不公平對待 就像貧窮人跟什麼 富有的人跟貧窮人對待 那今天的經文裡面就講到這一塊 就是富有的人 是什麼樣的情況是富有的人 手戴上金戒指 手戴上金戒指 那金戒指代表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金戒指 這個是社會地位非常高的人 那時候他們把金戒指 當成什麼 異性 就是性物 公文文件要蓋章的時候 都用那個當異性 所以當時的猶太社會語言 他們是用這種方法來做 所以是有社會地位教員 用打金罩的 那金罩戒指就是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他是金罵者 所以很怎樣 生命是就是這個人是很尊榮的 很被看重的 被看重的 所以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金戒指 裡面他有個圖 你們不知道你們注意看到 你們看到這個 左邊這個地方 這個人 你們看到一個人 這裡是一棵樹 這個一個女性的神靈 這個是一個神靈 他坐在這個樹下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女性的神靈 他被怎樣 這裡有兩位 兩位這個女性 那這兩位女性他就怎樣 供奉 就是要來供奉神靈 所以要供奉那個禮物 所以呢 他就有沒有彎曲 然後拿禮物 然後就要給這個神靈 供奉他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帶金戒指的人 他是一個怎麼樣 社會地位非常的怎樣 非常有財富 非常有尊榮 很高地位的人 才會有金戒指 要不然一般戒指而已 沒有那個金戒指可言 好我們再來會來看 那他說要穿那個什麼 華麗的衣服 華麗的衣服 華麗衣服是什麼 是屬於那種 用細麻布做的 那種很詭異的 細麻布的 比較貴重 所以是一個 那 然後他這種人呢 他都說這個位置都會選到比較好的位置 所以站在這兒的地方 那好位置 如果我們其實念課的時候 如果好位置都會在什麼 可能這個會場裡面的中心點 然後邀請他上座 然後全部的人他都可以看得到全場 大概都是這種叫好位 然後他做好位這樣子 那這些富人 其實一般人 人家都會對這些人這樣 比較容易討好 比較容易取悅 然後比較容易邀請這樣子 這個是 可是你知道嗎 上帝卻對這樣的人 並沒有那麼的喜悅 他比較沒有那麼喜悅這樣的人 不是要這樣 當然如果富人他沒有這樣的 他沒有做這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看 富人是做什麼事 這些富人比較好一點的人 他做什麼事 可能就不是做那麼好的事 所以 所以不是因為財富的問題 貧富的問題 然後神才討厭他 不是 這個財富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他所做的事情是不OK的 那這個窮人 我們來看這個窮人 他有沒有戴戒指 沒有說金戒指 連戒指大概都沒有 他穿的衣服怎樣 比較骯髒 其實那個骯髒是指的是說比較誤會的 就表示說那個生命裡面 是不OK的這樣子 那他說如果要進來的話 要進入會談的話 就說請他站在那裡 那什麼叫做那裡 你去旁邊坐 你到那裡去說 哎呀就是那個很角落邊邊 然後沒人的呀 沒人理他那個地方 就到那個位置去坐 這表示他需要到角落的旁邊去 然後另外呢 他又說你要坐在那個腳墊上 對什麼叫腳墊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腳墊 我去找了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 這是一個寶座 就是一個類似國王的寶座 那這個寶座裡面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腳凳 腳凳在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小 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小的 國王坐在這個地方 國王坐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椅子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寶座的椅子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腳凳 就是那個國王在放腳的那個地方 那腳凳下旁邊 那是在哪裡 所以是坐在這個位置 坐著喔 坐在那個位置 所以表示他地位是怎樣 很卑微的 好 那通常寶座都是在上面上方 位置有高一點點 比我們一般的這樣 譬如說我要站在上面來 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坐在那個位置上 就比較寶座 這是一個寶座的地方 那你來看到 那窮人的地方呢 窮人這個腳凳坐在旁邊那個 其實這個地位很容易怎樣 被歧視 很容易被人家是要親戀 常常是被看不起的 那如果大家看國王的話 是要這樣子看的 就是要滴滴的這樣抬頭 往往 那但是這個富有的人 他是怎樣 坐在這個寶座的時候 他是我們去討好的 然後他是坐在身上位 所以那個腳凳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窮人啊 他能夠就是一個很卑微的位置 不起眼的 人家看不起的一個位置 角落旁邊的一個人 好 那你會看到說 這是人討論 人不喜歡這樣的人 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跟貧窮人在一起 可是神卻怎樣 拣選這些人 拣選這些貧窮的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後面 那 耶穌看待富人 耶穌看整個眼光 就跟著 我們的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就學著 怎麼樣學習耶穌看真 而不是我們自己如何看待 可可看待神 這個部分 是用神的眼光來看待神 這個很重要 那富人呢 為什麼耶穌會覺得不喜歡 其實不是因為富有跟不富有 是因為他怎樣 他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怎樣 欺壓窮人 你看現在社會是不是很多怎樣 富有的越富有 什麼意思 越剝削 欺負這些貧窮人 然後剝削貧窮人 然後勞工勞力 這個都是貧窮人這樣子的付出 可是沒有供應對好的這個價位 給下面的貧窮人 所以就是富的越富 然後窮的越窮 這種這個不公平的社會 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是一個勞邦之邦的問題 財富的問題 有這種情況 權勢高的 然後就義氣壓那個 其實比較低的 這個是神不喜悅的 所以神不喜悅是這個 跟富有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他所做的事情 是因為 然後呢 他會把窮人帶到公堂去做神害 這個是他在做欺壓的動作 然後呢 這些窮人 這些富有的人都不太尊重神 對於他們所尊重的 都想褻瀑神 所以他們以自己為中心 來高舉自己 但是呢 他褻瀑上帝 所以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 所以神說這些人有獲 所以為什麼說 有財富的人難進天國 為什麼難進 是因為他的生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如果是富有 但是你的生命不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進天國 人家不要說怎樣才能夠進天國 這個很重要 那富有的人是 窮人是什麼 是那個什麼 大家所討厭的 然後大家所羞辱的 看不起的 欺滅的人 但是呢 神卻拣選這樣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在信仰上 因為他在信仰上 他在信仰上 他是跟神的關係很親密 他跟神的關係很聯繫 因為他沒有 所以他要緊緊抓住神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沒有的時候 都想要緊緊抓住神 對不對 我那時候沒有的時候 我也是出神 我跟你講 一切的 我的需要都有 由你來供應 我禱告有就有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 我曾經貧窮過 曾經這樣過 我發現說 那段日子跟神的關係 非常的美好 因為很親密的關係 所以在信仰上要富足 在蜀林上富足 這很重要 然後呢 這個熊人 他更重要的是 他愛上帝 他親近上帝 他願意回應上帝的愛 你看那個什麼 婦人的 奉獻良禮 那個 你就發現那個婦人 哇 他的心怎樣 他說他把一切所有養生的怎樣 全部都獻上 一切所有 連他自己都已經不早 下一站在哪裡 他還是把他獻上 我也沒辦法做到這樣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要做到這樣 有很多困難 可是 聖經是這樣教的 很不容易對不對 沒有還要給人 這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 神卻說這個窮人怎樣 拜 上帝 所以呢 上帝說 你可以怎樣 進來 然後到神的佛度裡面去 你可以在神的佛度裡面 榮耀這個 跟主人一起享受這個佛度的快樂 有沒有很美好 所以重點都不在貧跟窮 貧窮或富裕 是在於 他所做的事情是誰 如果今天我們所做的事情 不是這樣 那可神 神不會用 所以上帝沒有用外貌在看 在人 就說你比較富裕 我就怎樣 你比較貧窮 有沒有什麼 沒有 那不是用按照這樣的情況 那是按照 你所做的這些事情 你所行在地上的這些彰顯的行為是什麼 你的行為有沒有彰顯出你跟神的好 關係是好的 這很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神 不偏待人 然後也不以外貌去 他是用什麼 用神的眼光來看著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用神的眼光來看到我們所有人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弟兄姊妹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沒有誰比較好 比較壞 誰比較富裕 誰比較貧窮 沒有這回事 神就是按照你的地位 如果有地位 都一樣 平等的 今天 國王總統在我們這兒 他也跟我們是一樣 平等的 價值是一樣的 生命的價值是一樣 平等 那 神要我們怎樣 用上帝的愛來愛人 不是用我的價值來愛人 是用神的愛的價值來愛人 這不一樣 我記得以前 對我姐常常講一句話 你不要用上帝的愛來愛人 你用你來愛我 我一直信一下很深 就是你用你自己來愛我 我如果用我自己愛 我覺得我愛不夠 人的愛實在很不夠 要神的愛才夠 這是我之前常常聽到的話 好 那 神 你看聖經他有時候講說 神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聖經很多在講 不要用外貌來怎樣認診 不要外貌 你要不要別的外貌 這是聖經上的話 在哥林東厚書 張聖經他這樣講說 就是要不要按照外貌的認診 另外的部分 加拉奈斯也是這樣講 他說 那些有名望的 不論他是什麼樣的人 都怎樣 與我無干 所以有名又有利位的 跟我無關聯 是要怎樣 因為神不用外貌來取人 這個是 所以他說 你 神也不教 神也不缺乏 對不對 他還需要你用 這個名望嗎 不需要 你給他名望名聲 他本來就是君王 你有什麼好給的 我已經 我已經是最大的什麼好給的 就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 沙霍爾在選 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個什麼 嗯 沙霍 對不對 沙霍 對 沙霍在當王的時候 到後來就不是OK 那後來神就想要請那個神 沙霍爾這一個 人先怎樣 來利王 選利王 那選王的時候 哇 就看到一個叫以利亞 以利亞這個人 哇 這個人怎樣 長得非常高大 又很俊門 你看就是很有國王的怎樣 那樣的樣式 這樣子 然後呢 上帝說什麼 我不是看中 我不要外貌取人 你要選王 我就勸換不要外貌取人 結果他找到誰 找到誰 大衛 結果這個大衛怎樣 也沒有多高 牧羊人 大衛 就牧羊人喔 他那時候 可是他也找得很俊美 當是俊美 對 所以 後來是選大衛 對 後來當大衛就為王 那這個也在講說 神 簡選 他是不看中 人的外貌 他是看中人的內心 因為大衛敬略手 這樣一個希望 好 那這裡有在講 所以這裡證明說神 聖經的話語 一直在講 神不騙待人 在馬太師傅他說 這樣禱告 他說 只要我告訴你們要 愛你們的仇敵 你看 仇敵要愛他喔 所以你看喔 即使他仇敵也必須 愛叫我愛 你看 這個 不偏袋對不對 仇敵愛好人壞人都愛 那仇敵的話喔 那個 藝人跟不義的人 他也都仇敵給你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有 公平對待 神說典敵他都不一定給 他叫日同照好人也要照壞人 仇敵的藝人也叫給不義人 所以他說我們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 他做到這樣也不容易 我看我們如果能夠這樣 就可以當神 可是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才是有限 我們要承認是有限 但是我們就往 慢慢往那個方向朝近 我們慢慢來學 那神說我們要愛你們的仇敵就是這樣 要看過這個患難中的過兒王 你要在信仰上活住 所以你看喔 這個經文又在印證前面的經文 又再回來 然後看到前面的經文是這樣 現在的經文也是在回應回去 這個很重要 這裡很重要的點就是一個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你有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要怎樣 愛人人己對不對 那愛人力又怎麼樣愛 就是我們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愛人力 進入上帝國人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他說 當餓的時候 當你餓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一個人餓了 你有沒有給他東西吃 都是惡真的乾脆 神是這樣看你喔 你的行動如何 你的愛心是如何 有行動力 神是看這個 如果人渴了 你要怎樣 給他喝 這段經文大家很熟 那他說 如果人家沒有地方住 我是我最近如果有人說 沒地方住 在我家住 我們家空間夠大 可以有人住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們家可以住 所以我們家 如果有人不方便 或有客旅 真的是 不方便 就來我們家 免費的 曾經有人說 祝爺你可不可以來 讓我們去你家住 一個月好不好 我說好啊來啊 不用錢 他說要不要 他多少錢不用就來吧 這是接待客禮 就是要接待 因為剛好有房間 有房間接待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 成為基督徒 就是互相幫 彼此幫 那會不會造成不方便 會因為你的隱私會被怎樣 揭發 有沒有 啊那個傳道可能怎樣 對不對有可能冒之中 不是那個經濟問題是什麼 另外隱私問題 是這種情況 有可能會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這樣 接納這樣的人 好 他說你赤身肉體的時候 怎樣 有人幫你穿衣服 那當然 我們以前到送衣服 是要做到什麼 那個烏肝打去對不對 之前曾經做這樣的事 這個就是怎樣 身體 這個 有人 這個 衣物很缺乏 那我們就贈送這一項 去幫助他們 這個都很實際上的一個 服務 很實際上的照顧工作 這些 有穿不暖的人 好 那他說 如果我在監獄裡面 你在看過我 那最近我一個學生 然後他教我一個 一個 一個朋友 他是在監獄裡面 我說 監獄裡面的 你要小心喔 這樣教我 不知道是不是 有沒有 你要評審 這個人的品格好不好 我要去評審一下 不是因為他是在監獄 而是這個人品格如何 你要注意這部分喔 他就是每個禮拜陪他 陪他這樣子去看 去看顧他 關心他 關心到最後是 他喜歡他 這樣子 但是陪伴看顧他 當然我就說 你要很小心 他是 有沒有企圖心 對你有沒有企圖心 對他很小心喔 所以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回事 但是就是說 他願意去陪伴 去看顧這個監獄的人 好 那這個 當我們都這樣做的時候 神說 你做在這些小弟兄 就是要做在你身上 你的生命當中 這個道理我們大概都懂 問題是我們做的 很重要的你做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志工 以前我很敬佩的一個志工 那我在醫院裡面服務很久的時間 那他也跟著我服務很久的時間 照顧我一開始當公來師的時候 那他就一直都來 那來的時候 這個人家庭非常貧窮 非常貧窮 那其實在社會力量上 他也是比較容易怎樣 被鄙視 或者說被人家看不起的一個人 是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呢 我在他身上 我真的是很尊敬他 我從內心裡面尊敬他 他的遭遇真的很辛苦 很讓人家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也有段時間常常陪伴他 那時候他先生肝硬化 然後黃膽很嚴重 已經病怒高峰 已經快要死了這樣子 那後來呢 他就跟上帝一直禱告 就是求上帝怎樣 我們換肝 你知道嗎 竟然讓他等到 那換肝也不容易等那個肝 不容易等 竟然讓他等到 他就換肝了 而且換肝之後 剛開始不太適合 後來就成功了 到現在你知道他先生到現在都還在當義工 祝父一起當義工 他們從好了之後 就開始一個回應上帝 一直在回應 那 不僅是這樣 沒多久 那個真的是 好像反正叫做 烏肉 烏肉片語 的連夜語 真的是這樣 然後呢 他的孩子 又出一個大車禍 那個大車 那個大車就是從他身上 撩過去 真的是撩過去 然後他那個肚子 竟然 就是 就是到那個 那個什麼 肚子這個胰臟啊 就這樣破掉 在江湖面 住好久的時間 喔 常常去為他禱告 就常常帶著他 然後他去為那孩子禱告 那時候情況是這樣 可是 你知道嗎 竟然這個孩子竟然被救起來 後來竟然還結婚 哇塞 他的狀況竟然是 真的是 恩典在恩典就很多就對了 他都是透過禱告 他跟神的關係就是親密 我就說 跟他的求命 親密關係 就跟神 保持很好的關係 哇 我覺得他的心裡很美 然後就是很積極 你知道嗎 他現在喔 不斷的給 不斷的給 他把神的恩典不斷的給 其實他還是 如果以社會地位來講 他還是不高 如果以錢財來講 根本就是什麼 中下階層 可是怎樣 他就是 便利在想 有好東西一定拿來給你 不是給我 給別人 有好東西跟那些有需要 他就給給給 我都覺得這樣的人 你看喔 神就是主 所以你知道嗎 他從那時候到現在都還沒有 我已經離開了 他還在那裡 我看有二三十年時間 我都說這種人真的讓我非常敬佩 很敬佩 而且他的名字 跟他的心 是一樣的能力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 他還讓我感動 這個人 所以 他真的是在神 心天國的旨意 我說喔 哎呀 你這樣的生命喔 以後啊 當然不是我在判定喔 我覺得 不是我在審判 是神在審判 我覺得 你這種生命以我這樣來看 憂忍的眼光來看我尊 你可以散開口 他真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他到處去到任何地方 他去到任何地方 他都不斷的傳福音喔 隨時傳福音 他在醫院的所有病房裡面 到處穿梭走動 只要看到有軟弱 他就過去陪伴他 然後為他祷告 他祷告很有能力 哇塞 一個貧窮人喔 可是他祷告大有能力 因為神給他同在 我就是感動 我就看到他我就感動 我看到他 然後他每天都笑得滿面 笑笑的 你看他家發生這麼多事情 他在他家遭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笑著的 這個才叫做以神為樂 以神居首位 我真的愛死他了 那個人喔 你看我非常的感動 這個是 平洞的主動事情 感動 感動 好 好 好 那我們呢 我要說我們可以這樣學 神要我們怎樣 如果你有的 你也去供應那些沒有的 你需要 如果你有 我都跟人家講 如果這個人 你看到這個人 你比他好 你就要供應這個人 他有需要的時候你就要供應他 他有需要就看到 他就要供應他 好 我們要學習喔 那如果那個人比你好 那他願意給你你就接受 知道嗎 我們要這樣學習 因為當他願意給的時候 他也是在付出 他就會快樂 好 我們牧師常常說 要讓他請客 為什麼 因為他要付出 他會感動 他會覺得快樂 那我們就接受 所以我們要學習 愛 被愛 有人要愛你你就接受 不要拒絕 說啊 人家愛你就接受 所以愛跟被愛都是我能力的 我們要愛 又要愛人 又要被愛 這樣忍才會快樂 才會滿足 我們大家愛 蘭老師 那現在我們要愛那個誰 仲靈姐 仲靈姐最近生病了 我在打算說 你今天如果這個時間有空 去關心他一下 那今天你看 仲靈少了一個人 你會發現 仲靈姐 重感到他有身體的狀況 所以我 我真的想 都是要關心 所以 有的時候不是 憑病問題 有的時候是 不是 憑糊問題 還有病痛的問題 也是我們 身體的軟弱 我們需要關心 那 身體後我們怎樣 如果 只要社會裡面 有一些弱勢的族群 他們需要 陪伴 需要趕幫忙 就對 像我們來客照班 像我們樂禮 那些都是很 就是需要陪伴 我們很多人需要陪伴 那 如果你 經濟財富夠 其實你也可以成立基金會 甚至在服務機構裡面去做 當然我們裡面看我們的能力有多少 那再來決定 如果你 真的淺化不完 你可以成立基金會 然後做有意義的事情 省的國度一定屬於你 所以 真的在地面上我們的時間不多 可是在省的國度的時間 很長耶 永遠耶 是永久 是永恒 這是不一樣 所以神要我們怎樣 行公益 耗勉敏 存千歸的心 這是神一直 經一直要我們做的事情 你要耗勉敏 你要行公益 所以你要公平對待人 不偏待人 那 他說這樣的人 你就可以進入神的國 你覺得你可以進入神的國 你有要按照神的逆許 按照神的話語 按照神的介密 教導 來執行 遵行神的話語 我覺得 遵見神的話語絕對沒錯 真的喔 我說已經到現在 在給的過程 你會發現開心快樂 真的是這樣 付出的過程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每天例如我沒有付出 還怪怪的 但是你會發現喔 我最近都在收一個 牧師的禮物 每次 那個牧師 我去到他家的地方 他每一次都會拿東西給我 他就說 童年姐 叫我叫老師 老師跟你講 你拿去 你拿去 我說 我夠嘛 我不一定要拿 他說 老師 你不拿 我這裡這麼的多 因為 別人給我 因為他都一直在付出 然後別人給他 就吃不完 他吃不完還會說 你要來幫忙吃 就是這樣 所以 要收他 那就是可以清禮物 要把禮物清一清 清一清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家如果很多東西是 塞了很多 然後滿滿的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他們真的有需要 有欠缺 給就給他們 所以 要愛 也要被愛 都互相 互相 所以這個牧師 我就說 牧師 你真的就是 非常的 行動力很強 他不是對我 他對所有的那個信徒 人家給他 他都給人 所有信徒都給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很感動 這樣的一個牧者 我也很敬佩 雖然他年紀很輕 比我輕 但是我以前教他 以前 所以他 他就教我老師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種生命 很猛 這種牧者 我也很敬佩 我有一個 同學 他是一個牧師 他也一樣 我們的同學當中 誰 他知道誰 誰 有不舒服 或者是 誰有缺乏 他就直接給 他都不問房 就直接給 一直公寄 這個師 這個師母 現在也成為牧師 傳道 因為我們同學 他跟我下一屆 所以他現在 也沒有同道 我都覺得 好美 這種生命 好美 我喜歡 我喜歡這樣 所以 真正的快樂 我就最後 就跟大家說 真正的快樂在什麼地方 不在於錢多少 錢很多也不一定快樂 你知道嗎 錢多不一定快樂 我們重要是怎樣 我們的心 有沒有得到富足 所以不論貧富或貧窮或財富有 你心理上的需要 你要被滿足 所以臨力滿足你才會快樂 臨力不滿足你不會快樂 你要跟神建立好的關係 你要多讀聖經 神的話如果沒有讀 你就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們做什麼旨意 你不知道他希望我們怎麼做你不懂 因為你沒有看聖經就不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你要不斷的看聖經 最近有一個陪你讀聖經 我覺得很好 有一個陪你讀聖經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 點進去 我再轉給 大家 陪你讀聖經 我記得 有分享 就是 陪你讀聖經 真的這樣讀 而且 我覺得他有前年後年 還有禱告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很溫馨 就是這樣子 五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聽完了 好 我希望每一個人跟神的關係有更深的連結 然後 當你有神的話你在裡面 你就有力量 你就有信心 你就能夠得到安慰 然後你就能夠得到 心狠平靜安慰 有些人真的是每天過得很不安慰 很不安 焦慮 擔憂 害怕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期待我們每一個人真的是 學會 愛人如己 學會 愛與被愛 你才能夠享受 真正的快樂 我希望上帝來祝福 那我們來唱 我的回應詩 這首歌也是在講 我們要在大家庭裡面 大家能夠彼此相愛 能夠彼此的連結 能夠在這個氛圍裡面 大家共同有一個意向 那明天呢 如果你的時間可以 明天如果你的時間 明天晚上 如果你時間可以 我也希望你們 大家一起來聊聊天 好 那 呃 軟老師 發家律開辦 然後我們六點的時間 明天晚上六點 我們希望一個好的連結 大家如果在愛裡面 彼此連結 彼此扶持 彼此看過 好 我們來唱這首歌 幫我們弄個念詩 跟他說 說 相聚在主恩andy 連結共享恩典 英雄姐妹 和無相親 在地如同在天 朝鮮夕的奔望 一路勇敢堅持 奔向世界和其生活 期待榮耀日子 走走再一次 笑句在主愛里 連結共享恩典 英雄姐妹 和無相親 和無相親 如意如同在天 朝鮮夕的奔望 一路勇敢堅持 奔向世界和其生活 期待榮耀日子 我們期待榮耀日子 天父我們要說謝謝你 謝謝你讓我們學習 不以外貌取人 不以外貌偏待人 而用神你的眼光 來看待人 用神你的愛 來學會愛人 請讓我們每一個人 對待那些貧困的 軟弱的 有需要的 我們的眼睛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動了慈心 動了裡面的心 然後給予 然後分享 這是你所給予我們的 教導 求你讓我們學會 愛人如己 這樣禱告 又是奉靠最初的禮求 Amen 謝謝 好接著我們來 金句朗讀 今天的金句是 這是雅各書第二章第一節 華語文一起來 麵是 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 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 拜人 台語我 來念句 然後大家一起來念 我會聽他 我會聽他 你收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 你收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 耶穌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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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聽 不可以用我毛主 來 不可以用我毛主 以語請會指示 My brothers As believers in our glorious As believers in our glorious Lord Jesus Christ Don't show favoritism 好 接著我們來奉獻 好 好 接著我們來奉獻